有人说为什么比亚迪的车糟黑 那我就问你来 假如说是这个这个啊 看到啊 镜头撞过来 假如说这辆蓝图啊 694马力 绝对比那个保时捷卡页都好 各方面都强 外形帅空间大 科技配置高 看到没 科技配置老高了 零百加速四秒五 对不对 油电混的还省油 绝对比这个 你哪怕你选配到一百七八十万的保时捷卡页 你也不可能有这个蓝图辅瑞好 没有人喷它 为啥没人喷它 来你告诉我 因为它销量不高 对不对 它是东风旗下 它属于一个冷门车型 没有人喷它 对吧 非常好 性能也优秀 为啥没人喷 告诉我 为啥没人喷它 这蓝图辅瑞啊 就是因为它销量不高 没有给别人造成威胁 没有动那些盒子和经口车的奶酪 所以说没有人喷它 性能非常好 我要说它是一百五十万之内无敌 一点不过分吗 六百九十四马力 只要油电混的 续航还长 科技配置高 外形转空间大 那是超级豪华 为啥没有人喷 知道吗 就是因为它销量不高 谁也没威胁 反过来比亚迪就不行 为啥 谁都愁比亚迪别去 你知道吗 无论是核子车 进口车 特别是国产车 因为某些人 某些企业 这个也不是某个企业 窝里都是可能的了 总结一下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你要说一致对外吧 它不点 它就跟你干 不行 那个 哎呦 气死我了的 所以说 它这个还没有牌呢 临时拍照都没有 有可能是私驾车 是什么车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是谁买的 相当有眼光 比我这李达 要强力度 气氛不就气氛在这儿吗 是不是 为啥喷比亚迪 那比亚迪一个月 小量比丰田 比丰田家 本田家 日产都高 所以说 它动了那些 核子车的奶酪 所以说 很多人抹黑比亚迪 你看那些奔驰 宝马保持街 啥也不是 没那么黑 这就是地表最强车 最被低估的车 蓝图富瑞 是不是 无垢还是UV 为啥没人喷它 就因为它销量不高 第三次重审了 这些车可以随便排 为啥 因为那个没有排到 临时排到 我也没看到 零排也没看到 不知道是谁冷着的 啥都没看到 行了不装了 这是我买的又一辆车 还没上牌呢